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产生的那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说 在过去对头算将近一百年里面 每逢十年就出现世界性的动荡 世界性的事件 而这事件却与共产党本身有关 我们在形容共产党的时候 大家经常说叫百年红朝 一般都这么讲 这百年红朝对头算可能就完蛋了 往前近一百年里面第一个十年是1917年 列宁在1917创立了苏维埃 产生了共产党的这种专制的政权 那年是十年 1929年 全球范围内进入了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这种大衰败 进入了经济大衰败的过程 而这个时候让很多人看到了在苏联的所谓的光芒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说苏联会好呢 是对比着当时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资金主义国家的经济的大萧条的出现 有这个痕迹在里面 到了1941年 珍珠港事件 那我们看到了整个就是二次大战 特别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开战 1953年 这个斯大林嗝屁了 朝鲜战争结束 这是我们看到的大概的故事 那斯大林死呢 那我们知道这依然跟苏联有关 1965年 在年末的时候 而逐渐衍生出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实际文化大革命是从1965年最大概11月12月时引发出来的 这是65年 到了1977年 大家知道结束这个地震 唐山大地震 那三个巨头的死亡 四人帮的倒台 是发生在1976年 而转到1977年呢 人们进入了恢复高考 整个中国进入了伤痕文学的年代 所以当时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的大学生叫七七级 七八级 所以七七七八 七九 八零 八一 基本上这一部分的大学生 年龄差异很大 但是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整个中间 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部门 各个地方的主要的领导人 都是这几届的大学生 而七七年 八九年六四 对吧 这个我们知道 八九年出现了天安门大屠杀 而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 转变了 是谁上台了 江泽民上台 七七年是谁上台了 奠定了基础的邓小平上台 这个前后的故事是这么个故事了 2001年 我们知道在美国发生了这个911事件 在中国发生了 是所谓法轮学院天安门自焚事件 2001年的所谓的天安门法轮学院自焚事件 引发了全国以至全球的人们 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那种证悟的态度 而这完全是虚假的 而这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整个新闻的导演 传播仇恨的导演是李东升 被抓了 2001年过后不久 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器官移植的生意广告 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活摘器官的行为 在政法委的掌控之下 罗干周永康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兼公安部长 李东升主管中央电视台的和中宣部的副部长 2013年 2013年一来 习近平废除了牢教职 对吧 然后废除了这个政法委体系 然后我们看的是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一会儿右一会儿左 不知道该怎么着了 一直到了三中全会 我跟大家讲过三中全会会载入中国的历史史册 元月一号 习近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发表了元旦的贺词 在他的后面的书桌上 没有毛选 没有马恩列斯的东西都没有 有他家庭的照片 有三部电话 有一个B筒 然后有他自个儿 有一个国旗 我觉得这是 他有国旗啊 这是正当的一个过程 而在他的讲话当中 BBC做了这样的评价 习近平新年贺词 直白 没有提到意识形态 新年贺词当中 提到了中国梦 提到了追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紧接着回顾了2013年 说一年来国家和人民共同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取得了成绩 而在贺词当中 习近平并没有在中共过去的那些头脑当中所惯用的政治和经济术语 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的说法 没有提到前任的政治理论 今天的概念已经跟三中全会之前的概念不太一样 那BBC的评论中规中矩 突出了一点媒体意识形态 媒体共产党本身 5,000年 中国的音乐和舞台 在一晚 美丽 不仅仅仅仅仅 而明报在报道的时候这么说的 习近平在新年讲话当中 罕见媒体毛泽东 释放了强烈的信号 习近平在新年讲话当中提到 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所以三中全会是十年的一个标志 与讲话长达五千字 那是不短的 但是没提到毛泽东 他提到了邓小平 提到了解放思想 而且并且把文革称为十年动乱 那这个说法就很直接了 因为这是他自己在正式的公开场合当中称文革是十年动乱 那文章也提到说办公室里面的曝光至少有三个电话 两个红的 这个一个白的 还有个笔筒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大 这些问题都不大 关键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点 对吧 称文革为十年动乱 这是很关键的 不提共产党一个字 这是意识形态当中的很关键 我再跟大家提醒 成立了两个机构 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一个是全国深化改革小组 这两个机构都是以国家的名义 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就齐力看帐门等着瞧 但是也有些事情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 要变天的时候不是说谁要变谁不变 对吧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那是由不得你自个儿怎么想的 元旦这天在香港出来了很多人来游行 美国之音报道是这么说的 香港新年大游行 要求自由选举特首 香港数千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新年的抗议示威 要求北京允许香港人自由选举自己的特首 警方说有六千多人 而组织者说大概有一万多人 大概是这么个说法 而这个在南华早报的对这件事情的报道的时候 他是直接这么讲 香港元旦大游行 敦促真的普选 有六万多人参与了民间投票 这种民间投票是一种模拟式的 这种民间投票代表了更深的是一种民意的概念 但文章写的介绍比较长了 那其实他真实的意义就是香港人要求真正的普选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是对每一个香港人的真实的尊重 而就在今天的纽约时报的网站上 登了一篇中文的报道 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因为土壤污染 失去了大片的粮田 他在报道当中都是采访了具体的势力 具体的人具体的环境 那其中他有一段的引述是这么说的 随着中国对环境严重恶化的意识不断提高 过去一年里对农村中心区的土壤污染 以及对食物链的潜在影响 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些官员的焦虑倍增 近年来政府已经进行对中国各地的土壤进行大范围的检测 但却拒绝公布调查结果 这不仅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也让普通人意识到很难判断自己吃的究竟是什么 很难识别出存在违规的工厂了 我的看法不是这个看法 这是今天我说句难听话 是发展就是硬道里的每一个人承担的报应 为了钱什么事都干 为了钱无恶不做 为了钱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整个损害所有周围的一切 就出了今天的结果 所以才跟大家讲 人心向善 2014保住 艰难的保住自己做人的善念 是对你自己的尊重 因为你天地之间 你脱生成人 是你曾经的福分 别糟蹋自个儿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 再见